雲塞車司機閉眼睡,撞死鐵棋夫婦 他就是撞傷人的雲塞司機 被撞到頭部重創的41歲老昆龍,心跳都停了 在附近的太太阿萍,亦都身受重傷 但他已經搭不到 兩夫婦送院搶救,可惜捱不到一小時 在凌晨4點01分,雙雙去世 昨天年30凌晨,兩夫婦在自己開的電單車維修公司趕完工 就開著客人代收的電單車,經大埔公路回家過年 很不幸遇上合眼份的雲塞司機迎面而來 他越線走80多米,張阿萍撞飛6米之外 他老公和電單車被撞到15米外 警員找到雙隻的電話,嘗試聯絡家人 兩夫婦留下一對讀中一和中四的子女 帶好家庭,就被這個司機撞散 警方以危險駕駛,導致他人死亡,將他拘捕 你不要丟掉媽媽,快點回來 一對子女和親人怒祭時,一拔成聲 親友,快點回我 親友說,死者是無犯夫婦好恩愛 原本睡晚收勞,會和家人吃團連飯 但現在犯藥,就成為永遠的遺憾 好久不見